有拿到这一分 来了 看一下两边的王国 先是阿斯基 先选择到了 阿尔法总部 还记得当时Duck的这个 极限延续 记得 狼队这边进化东方 那阿斯基这边的话 克罗大教堂应该是要办掉的 对 这一张图是 比较多的队伍去会 针对到朗队的一张图 是的 紧接着办掉了一个电音梦工厂 电音 开始第二班要怎么选 机场 秋之物语 秋之物语是有非常多的名场 我还记得云海之前也说到过这张图 其实不管是在道具还是竞速当中 它都充满了一定的迷惑性 比如说你选择的时候 你就感觉 可能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跑起来的时候 确实比较疼痛的是吗 嗯 我觉得它因为它 里面那个弯比较窄 而且场位比较多 对 他当心场位 对 但是RST第二手班 但是极端之强 他对英特拉卡都告诉他 那如果说狼队有机会选择的话 其实他们这一轮的 可选择的 这一轮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打出自己最擅长的几张图 把分数给拿下来 对 两边都是一样的 在第一轮道具赛当中 已经占据到优势的狼队 不可能再去放任 打出RST的几张强图 刀具赛开始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边的battle篇 哎 每次第一局总是这样 热身完毕 处理我的好戏开场 开始了 来看一下手图 呼阿洛下海 这局的用车 双方都拿出了 同样的赛车 一辆机甲 奥林娜 搭配着凯蒂·雷诺 以及白狼 大凯蒂·雷克 上海就对不了 这一场图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中间那一段赛车性轻点 是的 那一段路是极其容易起节奏的 只要那一段路 两边都能跟上的情况下 大家节奏点就会放着 相对来说慢点 嗯 开局的话其实都不用太过于着急啊 对 也必须要放在中段去进行一波连续的进攻的 可以这个起步侧身 很简 而且这辆白狼只吃到了一个道具 只有一个单体 所以说把救援也放过去 开完那机座后 留下条皮 护盾还是没有潜传的 这波只是让救援先去抢位子 龙卷锋在加速上放过来之后 出弯也和开了一个护盾 再来补双持 加一个雷 雷皮罐都还是没有护盾的 这边大可是走远吗 走不远 但是这段有道具就是要直接打 对 因为这段路的道具鞋接实在太密了 而且一旦知道龙卷锋 风好像不够距离 先往前跟住 他现在没有攻击道具 然后堵了一个雷 打了蓝雷 有天使可以防 现在在双身 没有有效的进攻型道具 这一个库比 够吗 抓紧出现一点小了失误 后面这个自暴也抱住了野鹤 这一个墨 这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前面只有影子一根在跟了 小蝶蝶小蝶皮过来之后 再吃道具 这库比传过来 往前面打 也不是有护盾的 飞碟直接扣 这波救援 双飞碟 一共扣了三个碟的情况下 隐私往前跟 又是一个龙卷锋 这个龙卷锋的话可以封落 而且在下面的跳板前面 不好走 大可是被飞碟给完全扣下来了呀 看一下自暴 空暴完了之后野鹤可以补位 应该是还有一丝U的 这点拳起来了 队友的风 这一个风过来 野鹤开启单气往后跟 但是又开起来 导弹的瞄一下 你知道狐盾吗 没有狐盾 但是好像不好瞄 瞄到了 就你再来一个 库比好像够了 野鹤往前补位 可以充现 摸着这个飞碟 没有被的干扰器的情况下 完成了充现 最后这两个单体 一个库比加一个导弹 道具质量上来了 我觉得中段的三个飞碟 就已经帮助狼队 在中段的这波劣势 拉回来了 追回来了之后 紧接着狼队影子的 这个龙卷锋 爆出了野鹤 我们看死了 结束了 但后面没有护盾了 对 重要的是那两个单体 正中腰海 对 是的 最后的一个飞碟 RSG来的确实晚了一些 而距离也确实 已经足够远了 就看野鹤比赛 就总有一句话让你想起来 很熟悉的一句话 但是用在野鹤身上的族 也很适用 你永远可以相信野鹤 这句话的前身 这句话的前身是不是 你可以永远相信云海啊 总感觉他能追上来的样子 对 总感觉他就是能在最后 冲线关头去补位 对 所以我说这句话很熟悉 而且野鹤这一局是 跟影子是有一个配合失误的 是的 但抓地补得快是一点 最后冲线前吃的好的道具 也是一点 而且主要是因为 那一个点野鹤跟影子两个距离 其实跟得比较近 那他们可以比RCC后面的队员 先吃到那一步道具 是的 这局摸了四个飞碟 但是一个闪电都没有 所以说前期的优势 是在RCC手里的吧 对 挺接的这几个雷 因为中间的连续两个闪电 其实是让大哥走得稍微 有些远了的 但是连摸了几个飞碟 这是影子的风 这一个风过来之后 其实距离是出现了一个雾碳 连续的两个单体确实 建立了优势 这个盛势 结果马帕尔菲连扣过来也来不及了 阿尔法 这是RCC的王族 多用了一个哈雷特 那哈雷特有什么用吗 其实还好 阿雷特在道具赛场当中 相对来说 他的超义的特性 可能发挥的比较少 他也是要根据地图来去选 因为他小跟没那么多 对 看野克的这辆白狼 在前期先去抢道具 雷也一个飞碟 但是RCC手里有个单体 加一个雷 这个飞碟想卡一下位 这个飞碟想卡一下位 是可以想的 来了 飞碟截得很快 没有任何的失速 导弹也描到了念旧 但是有个天使 这个飞碟感觉有点小开 刺把暴到铃子 天使开晚了 但是现在一个飞碟往前扣 大可以走不远的 而且被抢了道具 现在双领跑的RSG前面 前面全是皮 这两个香蕉皮 想要命中有点难 但是龙嘴峰的话 是肯定要踩到了 是的 走不过去 野克野鞠上来的是没有护盾 有磁铁这段路 也能够慢慢的拉近 开启氮气再补双驰 又有个护盾 这边还能再说 坐上三下的氮气 但也还在延续的情况下 你再双持一下 一个弹体加一个雷 直接往前打 念旧是走不远的 野鹤 补了两个弹体 飞碟直接扣了 狼队是有飞碟干扰器的解掉之后 出弯再接CW的手里有一个护盾 但是暗期手里有双导弹 三个弹体加一个雷 这一波野鹤也是走不远的 前面相当于是念旧跟野鹤之间的EV 大个手里是有磁铁 那狼队这边没有补位 中间自己开了一个弹器往前跟 那刺激 你看风 风到了 风到之后这个香蕉皮 卸了一个弹射 这个甩尾的调整 有点夸张的呀 野鹤 但是前面面就已经跑远了 香蕉皮再躲一下 导弹往前瞄 没有护盾 双持一下只有一个单体 东西风也取不到 要去抢位子 一个导弹瞄到前面铺开天使 让你先跟上来 手里有一个飞碟 但是这方也是有个飞碟干扰器的 来到这段 但这个时候 大可一补位上来了 旧炎也补位上来了 斜掉之后 看两个人 谁都没有弹气 在这段加速带上面 飞碟直接扣了 阿新这边飞碟扣给谁 扣给了念旧吗 扣给 扣付了旧炎 而现在落地 R4G有三个酷比 现在R4G要去合理地 分配一下道具 先吃道具 看你吃到什么道具 但旧炎这个蹦蹦 那野鹤 ECU稍微补一下位置 也要先抢道具 龙卷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双铃跑 但是这个龙卷风 野鹤出完过后 再来补双持 是一个弹气和导弹前面 找一个天使是狼队 最后还是Duck一个ECU 接自爆完成了冲线 还是RSG在最后完成冲线 但同样在整局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野鹤的第一视角 他的细节 确实做得非常好 但是在后半段当中 这张图为什么是 RSG的一张王图 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就是野鹤凭借着他 他过人的抓地技巧 抓地实力来跟着 而RC这边更多的是打快节奏 他一波接一波的节奏 是没有停下来过的 最后虽然说 狼队这边有吃到蛋铁 但仅有一个 前面RC是有两个人 甚至于你那个蛋铁打过来之后 他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 可以去进行补位的 是的 但这一张图真的就是 非常的考验选手的个人实力 所有的抓地的实力 都在这一张图上会被放大 无限放大 哪怕是你是十五也好 或者说你又是非常秀的操作也好 都能看得出来 中断的龙卷锋空空 刹车反应 然后以及躲香蕉皮 是的 三十五的进攻 三十五的进攻 三十五的进攻的情况下 蓝队这边其实根本也是非常的近 其实这张图在连续的跳台点上面 墨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它有失速 所以对于你氮气的节奏把握很重要 有一定失速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你的氮气延续出现问题 但这一局RSG始终保持着双人领跑 能够巩固好自己前期的道具质数量 数量 质量 质量 去查一下 他上升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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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是寻规数量的 对吧 它很明确地说出来说 救援是没有功的 所以打了 是的 这局金华东梦是直接选出了三辆弦乐 这张图比拼的就是你弦乐的道具 格子之间的默契配合了 就是要把弦乐的特性发挥到最大的一张力图 先看一下地活道具 道具的质量都比较的软 一小车 库底往后拳打的是野克 天使保育下 而先站住了双人领跑的优势 这一通风封道之后 地马反丢一个飞碟空碟 空碟 空掉了一个碟 而这龙俊峰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点 不是很好 可能是想要空到具了 而现在这段路影子可以坐上延续 还有一个导弹出完之后 落地延续延续不上了 那被扣了一个飞碟解掉了 手里双单体 对上阿斯基双护盾 中段现在来到了狼队的双人补位 有一个飞碟 这个飞碟要在跳台点上扣吗 没有 狼队反扣飞碟 还是扣到了大克的手里 都扣出来了 前面双盾 这两个盾的话 对于比赛的局势来说 大克有一个磁铁能够慢慢拉近 被扣了一个飞碟之后 也可看着第一圈节奏其实不快 因为大家知道的道具质量力武之那么的好 那我觉得第二圈如果说要刷起道具的话 真不好说 有可能一波打开下去 路线平 好平 开了一个护盾 雷单体 天使一开有磁铁 那这边这个磁堡 还能形成一个空暴中的一个墨池 其实这波路线就有一点点远了 等到前面这里再空暴吧 影子想要延续一个雷皮过来 导弹身上 还是一个双盾 那这波已经延续不上了 而前面的念就还在做着氮气延续 被带干扰器 需要之后落地下来还有氮气 所以他根本不怕 而也做手里只有一个被带干扰器的情况下 酷皮往前打 这个固盾还能够再帮他延一下 但是念这手里是有双盾的 有高气有天使的情况下 也和想要追 但追的距离其实很快 拉到了 一个磁铁被吸住 也和这边开刺到鞋带 还有单体吗 还有单体吗 有单体的话好像有机会啊 前面没有单体延续 来得及吧 来不及了 踩球 踩球更快 一个ECU完成了反超 最后也和想凭借着道具的数量 堆积起自己的悬月小喷 但是在最后一刻 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飞碟丢得太过于着急 他太想做这个单体延续了 因为他不知道 爱自己手里到底有没有飞碟干扰器 只能孤注一致地 凭借着自己悬月的被动完成冲线 所以说他必须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那段直线上 只要那段直线它能超过去 阿西这边哪怕想要丢飞一点 也会觉得 也来不及 堵你来不及 对 但没想到最后念就念就的这一个ECU 是抓到了最后的 野鹤的ECU全部都用来做成了这种路线段的淡气延续 而不是说在最后的一波冲刺上面完成了最后的反超 两边的角度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因为野鹤一直在后追嘛 在整局比赛过程当中 RSG开局虽然说 占据了自己的双领跑 但是在中段的时候 狼队反超过来了 第二阵的节奏 可能更多的也是掌控在RSG的手里 最后狼队也凭借着道具的堆积 帮助野鹤在那段强制线完成了淡气延续 但是在最后一刻 还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甚至于 阿西最后丢的那个B点 其实有一点的血 全是飞蝶局啊 五对四 单体反而是非常少的 一边五个一边十五个 看 RSG的前期的位置压得挺好的 而且在第二圈 他们的护盾集中在第二圈 第二圈前半段 命就几乎是没有被打下过 2比1 现在RSG手握一小分的优势 但是也和直接开ECU想去赶一下 对 其实这边是没有淡气延续了 念旧是在最后一刻 一个ECU 再接淡气完成了反逃 他那个碟子空了 他是故意空碟吗 是的 也和吗 对 对 对 那个碟其实他 他其实也是有一个timing 能扣中就扣中 扣不中的话 那刷一个小喷 那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小喷了 而不是什么道具了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一个飞碟是绝对不够的 而且甚至于你看之后 他那个导弹都直接碰放了 其实职业选手的嗅觉是很好的 他们知道你在最后一刻 这么多道具都没打 非得干扰机肯定是留的 所以堆好自己的小喷才是最重要的 月光之城 选择来打一下双方辅助之间的领跑 第四张图该现在赛车往去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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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主打的还是赢了 这张图主打的还是赢了 肺源慢慢吃到去 双吃闪雷 两个雷打下来过后 一个导弹再瞄到了念旧 自己先开弹器往前跟上 其道具 随便是整个单气一下 但现在这个位置对阿西来讲 有点站好了 现在一个大咬器 单体一加雷 没有盾 天使非常充足 狼队这边还有一个闪电打下来 但是依然还有天使 连开了三个周点还有一个护盾 没想到这波距离上面 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 这段路需要一个磁铁 这个磁铁最有先吸 解释让影子先上去 稍息一下道具 就一个雷 劈过来有天使可以防的 导弹再过来瞄到 也和一个磁铁慢慢跟进 飞的干扰器解掉过后 这波的道具 没有磁铁没有弹器 救援的弹器要自己开 再来一个导弹 这下没有防力阿 ECU稍微补一下 弹器自己开 妈开了 但是有点小失误 导弹在的 还有双库比 又是三菱袍 但是没有被的干扰器 这波扣住之后 一个磁铁引子慢慢吸上来 需要弹器 救援这边也开启了自己的超翼 被磁铁吸住 空中被打了起来 再打 而且手里仅有一个护盾刹车卡位 打到是救援 打到是救援 对 而且把救援的磁铁铁铁给卡掉了 跳台风 节奏起了 救援跑不出去的话 这局比赛其实就很难了 很难了 有一个闪电 前面有护盾 有天使 但是前面阿基 其实是没有增益型道具的 这波其实没有跑太远 导弹打过来 能防止啊 野鹤被自爆爆到了 而这波落地下来之后 又是一个磁铁 一个磁铁能够怎么样呢 这波速度很快 有弹器踩了一个皮 这一局致命的一个失误 没有办法念就 一个意思又再次重现 3比1 全部都是路线之上的 道具把野鹤拖住了 这一张图对于狼队来说 是最难受的 因为他其实可以从小地图上面 看到阿基这边小弓箭 一直没有走远 阿基在第二学是没有什么 没有增益型道具的 没有担心 没有自爆 并不能足以支撑前面的选手 去担心演续的 但就是这一段距离 拉又拉不开 所以用嘴不进 自己还不断被打 还重橡胶皮 重自爆 对吧 刹车卡位 这真的是打得有点 有点 有点难受啊 卡不住的 就甚至我 我都有点担心 可能会影响到形态 这一局真的被大可搞得有点太大了 道具赛就是需要这样的一波节点 把你卡位卡住之后 甚至后面的跳台风落地下来 在这一段长支线上面 其实对于野鹤来说 他可以在加密箱上面开弹器 也有磁铁 能够瞬间达到最快的速度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 他被一个自爆有被拖到 自爆只能说算轻的了 对吧 还有单体 还有雷 还有这辆苍瑞 都是故事 但是狼队的话这一局全是事故啊 确实被大可怕到了 对于阿西记来说是故事 对于蓝队来说是事故 又是五个节 19个弹体 我这弹体差距太大了 对啊 所以你就能看到第二圈那种节奏 这前面没有任何的弹器 没有自爆 但是后面的人就是追不上来 RSD只有两个弹器 所以这辆圆节之星的使用效果 可能达不到最佳的理想状态 再加上孙悟空的这个 加速带上给了一个弹器吧 算三个 那点是阿西记 那个位置卡得好 对 对 其实都在前面 对 应该吃不了 有两拨都在三拨好 正常来讲 大给应该是能吃到弹器的 但是因为他的节奏 错的有点太少了 他就 几乎很少在地中 周元这里被打到了之后 被卡位 把这手里的这个弹器也确定卡掉了 一个路线皮 第二拳 这里是林静耀冲线的步段了 面就两次的冲线 网队再选 如果真的是只打二拨一的话 其实在这局比赛很难发挥出来 现在的RSG 所以在这四局比赛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手图以外 确实节奏起得非常好 对 而狼队这边的话 可能确实在最后冲箭前 会有一点点的着急 但是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他们那一刻的做法永远是对的 你要说 一个选手的操作 你要说着急吧 我倒并不觉得那是着急 那是属于他们在完成他们自己的操作 以最极限的方式去追 追完之后再去拼着最后一波 对吧 所有的操作会变得比以往来说更加的快 所以我们可能看起来会有点急 但实际上这是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操作 给拉满了之后的一个表现 一个状态 以及包括野鹤 可能确实 欲望之城他们在后绝的过程当中 被大梗搞得有点难受 但是该队还是这么追 但节奏啊 还是那句话节奏啊 这后面几张突压机的节奏 真的起得太好了 而且他们起了一波节奏的时候 并不会那么快地把这个 让狼队把这个节奏给拉回去 他们会不断地把这个雪球 比越滚越大 所以说才会营造出来这两张国际上月光 以及今晚到梦之最后冲现之前 狼队的这一边的极限 知道 选出了日山温云 哇 就连开奏的哈利特 而另一边另外两名选手 都是开奏的序列以及奥迪娜 的刀 但是这辆白老可以先抢一下起步的道理 又来两个 这开局这么多飞碟 两边知道了 第二圈要跑飞了呀 这应该是办得到的 双碟全扣给大家 扣给了这辆白狼 狼队有双解 但是我觉得可以空丢一个丢了 但给这辆白狼的话 其实节奏没有太大影响的呀 第一圈不怕的 是呀 那总体来说还离开第二圈 需要一个磁铁 爽吃 想要比 对不起 开了护车挡掉一个导弹过后 这波又来了一个墨汁 直线上的下測速度会比较慢 飞鸢被打抢过会被一个磁铁吸住 这个龙准风并不能够封不到他们 飞碟又来了 这个飞碟解掉过后 救援开启一个自爆来打的鼓位 还能够扣一下鼓 刚刚飞鸢上不得封到吧 路线其实有点封不到的 但来到第二圈了 节奏得逐渐加快了 要给野鹤开翼了 这波节奏是可以控好的 因为领跑的是救援 他可以放心的去飞 飞渊的翼也开起来了 他现在必须得往前跟 野鹤的翼还没有开 但气一传过来 这时候得开翼了呀 飞渊也不敢走远 因为他的队友他在等于厌旧 大可手里有一个闪电直接打了 闪电打过来好像是开翼 野鹤这一波 一吸又开起来应该是走不远的 但是全防了吗 有磁铁 飞渊这波磁铁是给谁 自己吸 打鼓位 这波在双持 这就是一个打鼓 疯到的野鹤 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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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急的机会 被挤出去了 现在RCT再次来到了双龙堂 但是救援有个磁铁 这个自爆 自爆 有天使 还有一个自爆 救援 到了前面 宁九到哪了 已经快要重现了 最后打不到了宁九 宁九 四比一 这一次在道具赛场上面 没有给到郎队太多喘气的机会 对 没有 山峰赢 四比 现在来到了阿斯基的局点 哇 这第二圈的节奏 说起就起了 龙远峰的命中率太高了 就在那个点 野鹤被打懵了 冲锋的号角就是念旧 封到了野鹤的那一个峰 对 那个峰开始 连续两个单体接连打给野鹤 先把野鹤的节奏给打乱 然后 飞鸳骨威上去之后 两个字爆 一个字爆 想要到你一个天使 第二个字爆 让你不触合着 野鹤已经不知道 乌山峰青都录在哪了 他被挤开了 就像刚才的月光之城一样 我们看到 Duck的一波灵性的卡位 影响的是两个人 对 但现在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反思 他们前几局的事情了 是的 来到了局点 道具数量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两边相差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Duck今天给我们看到了 他的这个补助能力 在决赛的舞台当中 他这个红柳锋 以及 他的一些路线皮之类的 甚至于前面的刹车卡位 做得都非常的好 而念旧今天 冲得快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狼队的地图啊 选择出来的可能更多的就是 一个针对为主 嗯 包括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 念旧的序列未来 会在哪里成行啊 只有列列前阳 所以说 在这一次决赛的准备上面 RSG是做了很多战区的部署 甚至是在位置上面的变动 嗯 但是你说这个位置变动了 他不是说变就能变 最主要的是 朗队的地图选择 确实针对到了他们 嗯 针对到了 RSG可能一贯的赛车使用 做出了变化 以及他们的打法 是的 但是 四分 念旧冲了三次 Buck冲了一次 这个风 想要躲掉 确实挺难的 因为他又要顾好路线 他这个确实是 没办法单体态度 而且本身自己 在ECU的持续时间当中 双字爆 第二个字爆 朗元看到之后 这道光 他已经知道这局比赛没机会了 他很想逃 但是他逃不掉了 是的 飞渊 还是有一点点小心奋的 4米 这个局势 我觉得在上一次 秋决的比赛场上面 狼队也同样经历过 所以 假的 是假的 是假的 这一次 说真句话 是阿斯基也 嗯 但狼队现在来说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节奏给抢回来 因为这几张图看下来就是 首先第一波节奏会给 节点会给阿斯基先给拿走了 先给抓住 抓住完之后 他们就没有给到狼队机会 是的啊 旧梦码头 面就跟就演的奥迪娜 也会还是开到了他的汉特 以及大 接下来每一分对狼队来说都不容有失 是的 而且选出这种码头 就代表着他们是想要把这第一大分给追回来 看几步 这辆白狼也会成为开局的第一波道具实取 双皮 双皮 这个道具质量有点堪忧 飞碟往前扣 刚好气可以解掉 氮气一开 双云雾 哪个对这个起步的道具质量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演吃了一根飞碟又扣不出去 飞碟解掉刚好落地下来 速度没有太大的损失 这波念就被磁铁吸住了 被迫抓地失误 紧接着这一段路念就还有氮气 护笔防掉之后 念就还能反打一个护笔 又摸两个护笔 接连两个单笔打过来 第一圈 前半圈的这道具质量有点太好了 这个风又是一个长段的跳台风 根本封不到 又来一个闪电 接奏来了 只有一个天使的狼队 这波往前打了一个导弹 磁铁还能够在这里控一下 再上次得看得知道什么道具 接连部位 知道了 一个天使 但是那个这风 躲不过去 被打到之后 这个开了一个护盾之后 再进超义 手里还有一个战区 大几小时务以下 前面Duck给到了一个领跑的压力 Duck也开超义了 这波战区 想要结束比赛了 有解有解 但是也和这波手里 没有道具被导弹打起来之后 没有任何办法 双自爆 双自爆 这两个自爆 比分要锁定了吗 一个自爆过来之后 还有孤队和天使 打到这个导弹之后 突避了 尽量进攻 但现在的道具对狼队来说 还有一个密碟 但是大哥是有开好戏的 距离好像有追回来 一人一个弹器 这段过来还有个闪电 双弹 三弹铁的狼队来得及吗 已经过了第一个跳台 打过来 打过来 有孤队 为什么再来看他 再来看他 可以出现 恭喜阿西基 5比1 比分来到了1比1 这对于阿西基来说 把这一分拿到 就代表着比赛 不会是一个3比0的结束 是的 对于阿西基的道具组来说 秋决留下的遗憾 在年度总决赛的决赛现场 他们没有再一次留下这个遗憾 命运抓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上 大分1比1 这一个5比1 又是在门票局当时我们看到的剧情 好清晰啊 只不过是第二轮的道具赛 当时的第一轮是狼队以5比0 直接零封了RSG 而在第二轮的道具赛 RSG反手给了一个5比1 就两支队伍真的 就跟赛前我们说的一样 他们是极有可能 以一个比较大的比赛 迅速带走比赛的 是的 但这一轮狼队的失利 我觉得可能来到第二轮之后 这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行 因为这是有前者之见的 但不得不说的就是 RCC他们这一轮道具 确实是好 他们一旦抓住节奏 就没有把这个节奏再环给狼队 一人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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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念还在继续 是的 F2抢期将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会落在席的手上 今天的RFC在道具组拿到了这关键的一分 对于竞速组的两位选手来说 接下来这一分就不能太输了 这一分道具组其实真的对RFC来说太重要了 是的 武装图5分 念旧冲了3次 Dark冲了2次 这场比赛我觉得从刚才乌山风影看下来 开局的飞碟大战 就奠定了在最后冲线前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飞碟 这一张图正在你稍微再回想起来 狼队的这个道具质量是真的 听功不作美 这太差了 而且后半段都是以接连的单体 来命中前面的领跑Dark 而且前面Dark是距离已经比较远的情况下 所以导弹想要再去秒 它本身就是比较需要后备时间 以及路线的一件事情 是的 这一局RFC一共有13个库比 5个导弹 18个单体对上12个单体 主要是这个前期真的 太穷了 狼队前期这个道具质量 这是我建功旧冲马头质量最不好的一局 开局的领跑双香蕉皮 今天这野客再补了两个云路 然后后面后追的时候 双丝豹 很难再追了 连拿了5分 让一追我 让一追我 MVP 考虑一下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决赛舞台当中 他们三个表现得都太好了 是的 大分1比1 我觉得今天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影哭了呀 对的 不会是3比0的结束 当然我觉得 打满的概率非常大 嗯 不管他概率大不大 我想看 想看 对 看一下上迪这个规范 那些前期的道路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只有蓝队在挨打 然后来到第二圈 就是针对野鹤 因为野鹤跑得太远了 所以对于赛场的节奏来说 RST知道 你这辆哈雷特开了超义之后 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你就算被连续的单体打了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